说到强症影响花莲吉安乡 一处木耳香菇的种植场 十多个温室都是以棚架的方式 来放置种植的太空包木耳苗 没有想到地震时剧烈摇晃 导致上头的木耳太空包 将近四成左右让菇农损失惨重 也期盼农政单位能够来帮忙 已经育苗的木耳散落一地 菇农只能一个一个摆回去 但就怕混合杂菌或是破裂受损 无法采收完整的木耳 菇包掉落在之后 然后它减实起来再放上去的话 难免会有一些受损 跟它的菌丝会有一些捏到 然后让它有受损 不容易出估的情况 目前统计起来 大概有多少太空方式 这样掉落或者破碎 我们目前在种植的栋树 大概有12栋左右 那每一栋都有受损 那如果要这样算总 总数量的话 大概接近四五万包 吴信菇农表示 他种植木耳香菇已经50多年 也曾经经历过0206大地震 因此他把原本的木架棚 改成钢架隔网固定 不过新的温室厂区 还是出现了回损情形 我们0206的时候也是有受损 可是跟当时比起来的话 掉落的包数没有那么多 这次实在是震得非常大 掉落的包数很多 那既然是有新厂的结构的这样 他还是掉了一大堆 工人表示 原本要采收的木耳损失惨重 光是太空包救损失有30-40万 还不包括了温室硬体受损 还希望农政单位可以帮帮忙 让他们度过这次大地震的难关 大华蕾新闻综合报道